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转交网络图 红转交一家是从广东迁至广西的客家人 与红秀全有着亲近关系 但是早年两人并不相识 红转交与红秀全的正式结识 是到了红秀全第二次前往广西的时候 两人见面的具体情形也不可靠 不过据记载 在1848年的时候 二人的关系已到了红秀全交阳宣交读天赋诗的地步了 那么红宣交与杨秀卿又是什么关系呢 有关二人之间的具体关系 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说法认为 杨秀卿与红转交有私通之显 许多清方史书都采用了此类说辞 但尚无任何依据 可信度不高 第二种说法认为 红转交其实是杨秀卿的一妹 杨秀卿跟了拉拢萧昭贵 而将红转交嫁给了后者 后来杨秀卿以天赋下凡的名义 任红转交为上帝第六女 肖昭贵为帝婿 红转交也由此具有了另一层的身份 因此无论是在世俗关系 还是宗教关系上 红转交都与红秀卿 杨秀卿二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红转交素身像红转交 作为太平天国领导层中的重要成员 热心于对拜上帝会 太平天国运动的宣传 还曾访村问户 对贫穷妇女给予救济 受到了他们的拥过 当时红转交在女教徒中享有很高的名气 曾有难学冯云山 女学红转交的说法 红转交也借助宗教上的 便利为自己赢得了世俗权利 她与丈夫肖昭贵的联合 让二人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同时对杨秀卿的地位也造成了冲击 虽然红转交天父之女的身份主要得益于杨秀卿 但是她对杨秀卿借天父下凡的做法极其不屑 并曾越过杨秀卿来进行灵魂升天的活动 这让杨秀卿颇为不满 因此在1849年 杨秀卿未发泄对红转交的不满 以乱言题的罪名 借天父的名义来仗则杨宣交 红转交叼向杨秀卿 仗则红转交后 红转交便从史书中销声匿迹了 关于这一原因 大概有几个方面 一是红转交自此事实 再也没法参与到太平天国的政治决策中来 第二是太平天国政权巩固后 男尊女卫的观念又得到了重申 红转交作为女性 被排除在男性的政治舞台之外 那么红转交最后的命运如何呢 目前尚无确切的说法 但有种观点认为 红转交应该是早丧 因为1857年的天赋史里面 将转交故称为仙交故 仙一般是对故事之人的进程 或许可以说明红转交早在1857年前就已造势 其死亡原因尚不可考 有学者认为是抑郁而终 其根源大概就是1849年 杨秀卿对其仗则仪式参考人县 罗尔刚重考红转交 从何而来 历史研究1987年第五期 梁一群 红转交的来历及世纪考验 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 吴云 一个历史女人的四种出身 红转交出身故事及意义 江苏大学寻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13卷第二期 刘晨 在探红转交 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编辑 使其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